火球从天而降 巨大爆炸声好几公里外都听得见 乌克兰首都基辅又经历了不平静的一晚 两小时听到至少五次爆炸声 天亮了 空袭破坏看得更清楚 满地玻璃都被俄军神风无人机震碎 根据乌克兰说法 这波大空袭 全国总共遭遇32架神风无人机 其中拦截了25架 过去几周 拼命后炸乌克兰南部 或许因为这里是乌军反攻重点区域 乌克兰士兵用T-12反坦克炮 击退俄军地面部队 但南部防线突破 其实离终极目标 克里米亚半岛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即将出版的SpaceX创办人马斯克传记 其中一段提到了乌军去年 想偷袭克里米亚海军基地 却因为马斯克拒绝开放新链网路而失败 不过这个消息俄罗斯人听得很高兴 俄罗斯前总统麦德维夫 还说马斯克是北美洲仅存头脑正常的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